大家好,我是東京走橋的包伯 我是早安慧 今天早安慧大吉奇呢 要帶我們去他東京最喜歡的三個地方 那同時今天我們還要訪問他喔 那我們GO 有點沒有對到拍 我們來到早安的商店街 那我們就請早安慧幫我們介紹幾個他喜歡的地方吧 那為什麼會推薦斯卡某這個地方呢 因為這裡不像城市一樣人比較少 然後我也喜歡帶朋友來這邊寬怪的 其實這邊也是東京走的橋 非常喜歡來的地方 因為那種夏天的感覺 所以可以體驗到日本文化的地區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景點 高岩市 這邊有一個特色是可以洗觀音 聽說水洗觀音的過程可以將自己身上的病痛洗去 高岩市的對面還有一家小慧非常推薦的店喔 金太郎糖果 那這個是金太郎糖果店最有名的金太郎糖 那大家知道啊 製作金太郎糖果這個技術已經一百多年了耶 金太郎糖果是日本文化故事的一個角色 嗯 好吃 好吃喔 超很好吃 那小慧是東京人嗎 我不是東京人 我原本是石川縣的 那為什麼會特別想要搬來東京這裡啊 我是住過台灣留學嘛 然後回來之後想要去哪裡 我已經住過大阪了 所以接下來是住東京 那為什麼 東京有什麼地方特別吸引你 想要讓你搬來東京的 我覺得東京比大阪 有很多機會 很多機會 後面那家店怎麼全部都是紅色的啊 那間是專門賣紅色那個的店 聽說你有送給你的爺爺過是不是 對 他很喜歡紅色的 那天天算嗎 不知道耶 我會被你嚇 潮壓商店街 走完之後呢 我們要從更生總站 然後去搭那個路面電車 然後我的手越來越往下 因為我們身高有點差距 你是第一次搭這個路面電車嗎 對 我以前在大阪打過 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在東京有 我們現在來到大總站啊 那我們下一站要去哪裡呢 東京車站 Yes 這邊是什麼車站 東京車站 我們現在來到要吃什麼店呢 吃炸物的店 叫什麼店 什麼名字 Katsuki-tzu 你喜歡吃炸豬排嗎 我也喜歡炸雞 炸雞啊 對 你喜歡那個炸的海鮮 喔OK 台灣的炸雞排常吃嗎 超好吃 台灣的跟日本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行 炸雞排 老奈會試吃時間 妳的是什麼 什麼口味的 家人 家人口味的 好吃 小慧為什麼喜歡東京車站這邊呢 因為這附近有很多 舊的建築 也有新的景 我很喜歡來看看 那小慧在做Youtube之前 有在做什麼東西嗎 我沒有做什麼 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喔OK 然後回到日本之後 就開始在FB上寫博物了 那當初為什麼要做FB呢 是因為很多台灣人用FB嘛 對 可以在FB上 舊旅行 用中文 它 的話可以練習 喔 原來如此 這邊在週末的時候 會把整條路都封起來 就會擺很多座位 可以坐在這邊喝咖啡 享受一下 那小慧為什麼 就是要做Youtube頻道呢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剪接影片 喔 那小慧的Youtube頻道的特色是什麼 我的頻道的特色就是 不只是介紹日本文化 還會加一些我的個人的意見 還有我的生活 這個區啊 真的很推薦大家週末的時候 來走一走對不對 而且這邊講也不會很多 大推薦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到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然後聽小慧說啊 就是這上面好像還蠻多可以拍照的地方 好熱啊 走一走就超熱 對 對 如果大家體力不好的話 盡可能不要這樣走上來會有點辛苦 小慧小慧已經在氣喘了對不對 停一下 對 停一下 停一下 不亂休息 不亂休息 就這個地方啊 就是真的蠻適合拍照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邊外拍 一個攝影師跟一個女生這樣子 他也擺出最美的pose 這什麼東西啊 我們現在這個區域逛完了 所以我們要從銀座搭車 那我們要去下一個早在會推薦的地方是哪裡 上野 我們現在要從銀座站達成哪條線去上野呢 日比古縣 上野到了 YES 大阪 搬過來東京的時候 第一個住的地方是哪裡 在附近 就在附近 所以也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對 很熟悉的地方 那身後這家店要什麼名字 阿布阿布 這有什麼特色啊 這家店的特色就是賣很多便宜的找貨跟女生的衣服 那吃的東西小惠有推薦的店嗎 那吃的東西小惠有推薦的店嗎 那上野很多地方可以逛街啊 像阿美恆廳啊 多慶屋等等都還蠻適合觀光客來的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就是 小惠蠻喜歡的地方是上野恩賜公園 那小惠住在這邊的時候會常來上野恩賜公園嗎 對 上來 因為這附近有很多活動 對 然後來散步也可以 那我們已經散步到上野公園的噴水池了 那今天非常感謝就是找那位 介紹他喜歡的東京 然後一起陪我們聊聊天 有機會的話來看看我喜歡的地方 那我是包伯 我去找那位 下次再見 掰掰